这条金毛叫虎子 患有急性一线炎 在医院里躺了五天 一直在吐 一直在寻找水 但他的主人一直在旁边看护着 给狗狗加油打气 在医院 狗狗的情绪还是很好的 还能歪着脑袋 能明白主人的意思 13岁的老年狗狗相比 狗狗的反应也很快 可让他意外的是 狗狗在数日之前 只是吐出了一滩白沫 然后被带到了医院 结果发现狗狗已经病得不轻 仅仅打了三天点滴 就已经不能行走 也不能进食了 见他的情况没有丝毫改善 小姐姐忙将他送去别医院 接受检查 但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医生说 狗狗的身体状况很糟糕 需要他有个心理准备 这一幕 好似一道惊雷 让小姐姐的心中 充满了后悔与愧疚 结果 狗狗还是去了汪兴 已经来不及了 没办法治疗了 在虎子去世后的第四个月里 小姐姐 一直处于悲伤之中 难以自拔 这一日 小姐姐正为失去的狗狗祈福 结果却无意间 发现了一条正领养的信息 这小金毛跟虎子一样 出生月份也和虎子一模一样 而且同样是流浪狗 所以他并没有考虑太多 直接就跟那个发帖人 取得了联系 小姐姐将小金毛带回家后 还给狗狗起了虎子的名字 小金毛是小姐姐收养的 第二个狗狗 很调皮 也很机灵 回家后的两天 就学会了 在指定的地方上厕所 等三天后 就能听从小姐姐的命令了 每天清晨 她每天都会在楼梯 等小姐姐回来 还不停地摇晃着尾巴 一次 她在小金毛的舌尖上 看到了一块 与她曾经去世的虎子 一模一样的斑点 那个时候 小姐姐才真正地觉得 自己的大老虎回来了 用另一种方式 回到自己身边 许多人不信 然而 小姐姐却坚定地认为 生命有轮回 皆有其道理 小金毛回到家的时候 只有三个多月大 回家二十多天后 还很有经历 胃口也很好 但让小姑娘惊讶的是 过了两天 小金毛的双脚就会颤抖 走路都很困难 右脚的颤抖 还会引起左脚的颤抖 这种颤抖 让她疼得嗷嗷直觉 一直到了半夜都睡不着 送到医院 两名医生一致认为 这可能是 感染了犬温的后遗症 所以给她做了检测 结果很明显 普通的小狗 除非感染过犬温 否则不会有这么强的抗体 而不久 鼻子和脚尖上的皮肤 就开始腐烂 那是狗温的副作用 才会有的裂痕 医生说 小金毛这一抖一吼 算是病情很重了 成活率不高 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她让小姐姐 要有个心理准备 从之前的监测结果来看 这条狗在过去的二十多天里 一直都很健康 而且精力旺盛 胃口也很好 小姐姐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医生给她开了一些 纸颤的药 希望能让她的情况 得到暂时的控制 第二日 小金毛的惨叫 惊动了小姐姐 吃下止血剂后 狗狗就疼得嗷嗷直叫 这让小姐姐很是同情 却又无可奈何 只能在一旁给她打气 到了中午 她又在那里胡闹起来 到了晚上 她还能拿着小玩意 玩耍一阵 看起来很是有活力 小金毛已经接受了六天的治疗 但她的情况却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痛苦 最多的时候 她的疼痛从夜里十点钟 一直持续到早晨九点钟 她拼命地嘶吼着 连嘴唇都在颤抖 小姐姐给她围的 只是一种药物 还有一些营养神经的药物 但效果并不是很好 看到狗狗这样 她心都要碎了 最后小金毛在重症监护室里 坚持不住了 掩掩一息 红视频中可以看出 小金毛临死前 一直在苦苦等待着自己主人醒来 直到她深深地吸了三次 听到主人脚步走下楼梯 满怀悔恨与悲伤地离去 小金毛来到新家才三十八天 这三十八天中 家里每一角落都有她的身影 但愿在天上 大虎与小虎已相逢 但愿他们能记住 曾有一位如此疼爱他们的主人 在永恒地思念着他们 今天视频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一位大哥 这天正在外面溜狗 在途中发现了一只流浪的小奶狗 看起来非常的聪明 还有一双迷人的小眼睛 看起来也是一个月左右大 一直地跟着大哥 不肯离开 狗狗可能也是被抛弃了 独自在大街上 没有依靠 看起来非常的无助 胆子也是很小 根本不敢靠近 大哥的两只狗狗 可是对人非常的依赖 也很黏人 大哥稍微一走远点 小奶狗就跟上去 根本不愿离开 走一步跟一步 这时的大哥 也不知道怎么办 原本大哥以为 小奶狗是有狗妈的 但他四周看了一圈 也没见狗妈 为了搞清楚 小奶狗是怎么回事 我得去那边的加油站 问一下看有没有主人 或者从工地上问一问 有没有主人 如果没有主人的话 我得给他想个办法呀 于是就到前面的加油站 问一下 希望能问到狗狗 是不是有主人 但经过大哥询问后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 也不了解狗狗的情况 大哥也是天天在这里溜狗 也没见过这只小奶狗 而且也只有这只小奶狗 独自在这里 小哥此时 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如果不管这只小奶狗的话 这么小的小奶狗 那是多可怜啊 而且让狗狗独立在这里 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如果收养它 大哥又担心狗狗是有主人的 正在大哥两男的时候 还好问到了附近的一位老人 老人也是看到了全部的经过 说小奶狗是被抛弃的 说是有一个女的一招车 把狗狗一扔就走了 大哥的狗狗对这只小家伙 也是非常的喜欢 一直围着狗狗打转 还时不时的舔着小奶狗 大哥也是知道了 小奶狗是被抛弃的 于是决定把狗狗先带回家 救助狗狗 让狗狗不会饿死 就这样小奶狗就寸步不离的 跟着大哥回家了 回到家后 小家伙也是非常的害怕 一直躲在鞋柜底下 根本不敢出来 别一只狗狗明显不怎么欢迎新来的伙伴 还对着小奶狗想咬它 可是还好有另一只大狗的保护 一只不让其他狗靠近 大哥的妻子见到后 说自己家里已经有三只狗狗了 也没能力再养一只 但没办法 也只能暂时的收养 然后再给小奶狗 找一个好心的主人 回来一看 狗狗真的很漂亮 四只小脚都有白色小花 听狗也非常的听话 不吵不闹了 估计狗狗也饿坏了 于是大哥也是准备给小奶狗准备吃的 于是大哥就冲了一些羊奶粉 来喂小家伙 当把羊奶放到他面前时 狗狗还是很害怕 一直的往后退 根本不敢吃 也许也是小家伙 从来也没有吃过羊奶的原因 大哥也为了让小家伙 能安心的吃东西 也是把以前的小笼子 重新装了起来 但把小家伙放进去的时候 他依然还是不吃 只是缩在笼子的角落 没办法 大哥也只好拿出一根火腿肠 试试他吃不吃 没想到小家伙 看到火腿肠的哪一刻 便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很快就把吃完了 大哥也是为了让小奶狗能喝到奶 也是把火腿肠放到了羊奶里 小家伙还很懂事 还学会了听口令 大哥也是打算带小奶狗去医院做个检查 找到领养 再把小家伙送到新家 希望小家伙能健康的成长 也希望他能找到一个新家 为好心的大哥点赞 因为有爱世界才会更美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 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 让爱能传递